被称作天山巨炮的阿斯哈提实力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如同导弹般精准的重拳 只要命中对手必定会当场KO 进入拳台短短两年时间就拿下了19连胜 让人把这名拳台猛将深深的刻在了脑袋里 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阿斯哈提的三场比赛 保证每场都是酣畅淋漓 让你大呼过瘾 那好的现在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那今天第一场比赛面对的对手是来自韩国的柳良来 那这个蓝方选手就是韩国选手了 另一边红方选手就是咱们的天山巨炮阿斯哈提 那两人从身高上来说 这个柳良来是要比咱们的阿斯哈提高上那么一点 不过阿斯哈提的这个身材明显更壮 所以说更加优势 我们看到现在连续出拳 打的这个柳良来是靠在蓝边 但是他非常不服气 点了点头挑衅阿斯哈提 那他这个动作真的就是在作死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来看一下 阿斯哈提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 那他会继续攻击 你看他会继续攻击 他会继续攻击 他会继续攻击 这个非常危险 这个队就扫到软肋 对 还会扫 还会扫 这时候那个阿哈提要 前之拳队顶着他不让他过来 不让他进来 用前手拳 对 之拳顶着那手 对 然后接着打 后天双拳换他 就是换他腿 对 现在柳良大也知道 你不是用前手拳的 我就用 对 双方算术特别明显 后抄腿 扫你 这拳腿 对 我觉得就是在柳良大出腿的时候 可以还击拳 这拳 现在你看 那现在两人的战况比较胶着 那像阿斯哈提这种大体重的选手 如果去打拉扯 那就不太占优势了 毕竟体重在这摆着 如果说一直打三个回合 这个耐力上是受不了的 所以说阿斯哈提只能靠着自己的重拳 尽快的解决对手 秒杀对手 现在这个柳良来 也是一直在拖延时间啊 毕竟他的这个身材 要比阿斯哈提轻上一些 所以说这个灵活性要更好 所以柳良来赛 比较主动了 现在场上采访 毛静宇告诫这个阿斯哈提 不要搂抱 不要搂抱 他说我也不是很想搂抱 但他广踢我支撑腿 我没办法 好好好这个 抓住机会 让自己修理 哎对 用优势 用百拳和直拳 这是 呃 阿斯哈提的课长 他并且练拳膝的 对 你管踢我这个前支撑腿 我确实不好做 好接着他 对 用 孩子用自己的主动进攻 对 这个柳良来赛 虽然你用你后支撑腿来 对 哦呦好的漂亮 重炮手 阿斯哈提 两拳把柳良来给打梦了 我们看 好像起不来了 喝了二斤加酒 哦哦 这个比赛还能不能继续 还想硬扛 还想接着打 阿斯哈提找到机会 哦呦 非常可惜啊 现在比赛结束了 第一回合 如果说再多上几秒钟的时间 这个柳良来肯定是要被打废的 那现在第一回合的比赛时间到了 还是比较可惜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 阿斯哈提能否承受追击 对 能够再两回合 两回合 接着打 就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打 再一次结束 对 当然现场是汗水 四箭 柳良来聪明点 移动要移动 好的 现在第二回合 阿斯哈提没给柳良来任何一点机会啊 上来就是连续的中拳 我们看到柳良来好像已经快被打死了 这个状态真的是不太行了 好像要投进台盘的怀抱 开始痛哭一场 那这第二回合 阿斯哈提的表现真的是太精彩 太漂亮了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天山巨炮的直立 那这第一场比赛 我相信大家肯定是看爽了 但是绝对没有看过瘾 没有关系啊 第二回合的比赛 阿斯哈提打的是日本选手 相信观众朋友们肯定更爱看了 那这个蓝方选手就是日本的加诺南 另一边的依旧是阿斯哈提 我们看到这个加诺南的体型 竟然要比阿斯哈提还要壮 那加诺南的这个体型 不知道他能不能扛得住阿斯哈提的一拳呢 这种超重量级的这种选手啊 都有着一击致命的这种能力 是 两个人都是比较了 都互相很了解啊 这上来 都互相熟悉了 对 阿斯哈提这个拳击的功底啊 确实是摆在这 嗯对 明显的有优势 但是呢 毕竟现在打的是自由搏击 对 不是打拳击比赛 那到目前为止 很自信啊 他觉得阿斯哈提打不动自己 他觉得自己可以硬扛 因为平时的比赛当中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打了动这个加诺南 毕竟这个满身的肥肉可不是白掌的 现在阿斯哈提还在连续进攻 时间还剩下一分零三秒 阿斯哈提要注意对手的前手反击 对 这个腰围击腹好像没有太大效果了 对 对加诺南可是自己的创作能力很好 对 有了 中拳 这一平是打到了加诺南的位置 是 所以说加诺南不要拖大呀 哦 好笑 哦 好的不行了 裁判独秒结束 这个加诺南也没能起身 哦 那这场比赛真的是同样非常精彩 那连第一回合还没有结束 加诺南就不行了 满身的肥肉甚至还没有上一场的柳梁来扛打 那连续的这两场比赛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看爽了 也同时看到了阿斯哈提的实力 不过尽管是这样 依旧有选手不信邪 那今天的第三场比赛就是来自苏丹的费萨尔扎卡利亚 那费萨尔的这个体型和前两名选手是完全不一样啊 前两名选手是纯粹的胖啊 那这个费萨尔是壮 身上的肥肉少了很多 那会更加的灵活 不过上场之后我们看 依旧不是阿斯哈提的对手 那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阿斯哈提能否在 阿斯哈提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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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益更新日益的全面 好的 现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那这个身体灵活一些还是有优势的 最起码不会被阿兹哈提在第一回合就解决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挥放 同时来期待一下第二回合阿兹哈提能否解决掉费萨尔 那好的 现在开始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回合 那在第一回合阿兹哈提的这个优势已经很大了 这个触拳次数其实两人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效技打次数阿兹哈提要比这个费萨尔高得多 那这第二场比赛第二回合看一下阿兹哈提的精彩表现 看到老将扎卡利亚的袭击极具威胁 扎卡利亚的远程控制打击 我们听到扎卡利亚的边角在提醒他多让他起低扫腿 我们看阿兹哈提的连续组合拳命中 飞塞尔扎卡利亚的绰号 钻石飞人 钻石飞溪 非常重的直接的后手拳的身体打击 我们看阿兹哈提的组合拳打击 其实是给扎卡利亚造成了特别大的困扰 哦 中拳打到了 这是要数秒了 那都是第一次数秒 能不能缓过来 我们看到扎卡利亚现在已经摇摇晃晃 有点站不住了 再次的打到 扎卡利亚也是刚刚的加盟康伦爵的比赛 可能对于康伦爵大赛的规则 还有一些的适应 特别是在双方缠暴过程当中 又是一个非常重的重心 险些打到阿兹哈提 比赛继续进行 我们看到阿兹哈提在抓紧机会 哦呦 好的在线提侦巨炮 连续几拳之后 菲萨尔被打出了擂台 好像这个情况拽都拽不回来了 应该是不行了 差点是大头中下 栽在地上 我们看这边阿兹哈提已经开始庆祝了 菲萨尔还没回来呢 真的是打得懵了 打不行了 那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阿兹哈提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观众朋友们 这三场比赛 大家觉得阿兹哈提打得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 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